祝我們在很短時間裏面 我們已經開始看到一些很沉重的事情 求助你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徹徹追求聖經的徒告方向 幫助我們成為一個不一樣的教會 幫助我們自己每一個人成為一個不一樣的基督徒 祝福我們以下這段時間 我們這樣祈禱 避逢主耶穌基督名求 阿門 好,我想和你快快去看看貼索萊加前書 我需要Bonnie幫我 Bonnie,你如果可以,你在這邊 因為他的機器的用言 我想和你看這三節聖經 大家很熟很熟,非常熟的 要常常喜樂,不注的討告,凡事借恩 因為這是神在耶穌基督女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我們通常背了這三節的金句,然後就去的了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常常喜樂為甚麼喜樂呢 我們從來沒有問過不注的討告討告甚麼呢 我們更加沒有想過凡事借恩是借恩甚麼 總之你想到甚麼你可以借恩,借恩就是好的 不是的 有沒有想過我們這樣去用這個金句式的應用呢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我跟你說一個故事 大概一個多月之前 我們同工之間發生了一件大件事 三月二十六號是我們教會的一年一度大日子 就是我們Convogational Meeting 在我們登出一兩個禮拜之後 會有WhatsApp我們其中一個Staat 告訴你,你的日子錯了 寫了三月六號 那時候大家收到WhatsApp很害怕 接著隔了不知幾個小時 黃牧師就再拍了第二張照片出來 他說三月六號是我們登這個Announcement的日子 其實你看回整個大圖畫 我們是沒有錯的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你看電影一定要看全套 如果你這樣釘著這個,我們錯了 其實我們沒有錯到的 但是你一不看大圖畫的時候 你就會錯了 我現在想邀請你 跟我們很快的 Bonnie會幫我們讀的 你只是聽的 看看究竟保羅當他寫 《常常喜樂不住,祈禱,法師,借恩》 他是在想什麼的 其實很簡單,你和我都認識的 由頭到尾看看貼上來加前書 五張而已,很容易而已 OK 我就請Bonnie開始跟我們看第一張 我們為你們眾人上上感謝神 祝告的時候提到你們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 不住的紀念 你們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愛心所受的勞苦 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 你有沒有發現那些字眼很熟臉口 當我們提到第五張的時候 其實第一張已經出過 祂說你們要常常感謝 你要不住紀念 你要祈禱 祈禱什麼呢? 你看清楚一點 祈禱你們信心所做的功夫 愛心所受的勞苦 盼望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 祈禱什麼?信望愛 我們不是這樣想的 寶羅從頭到尾他在想一些東西 那些東西不是他們身體狀況 生活情況 是他們屬靈的信望愛 繼續 秘神所愛的弟兄啊 我知道你們是蒙簡選的 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 不讀在乎言語 也在乎權能和聲明 並充足的信心 正如你們知道 我們在你們那裡 為你們的緣故是怎樣為人 什麼令保羅興奮 什麼令保羅感恩甚至繼續祈禱 就是因為這個福音來到他們 不單止在言語上 在權能和聖靈讓他們充滿信心 這些是保羅託告的內容 的材料 OK 繼續 並且你們在大難之中 夢了聖靈所持的喜樂 領受真道就效法我們 也效法令主 甚至你們作了馬其頓和亞該亞 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樣 保羅不斷感謝 因為他們背起了他的十字架 來跟隨主耶穌基督 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報名我們 是怎樣進到你們那裡 你們是怎樣離棄偶著 歸向神 要服侍哪有真有活的神 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 正是他從死裡父母的 留在救我們出來將為憤怒的耶穌 這些是他感恩的材料 他不是因為某人買了樓 不是因為某人考入什麼學校而感恩 那些不是他的感恩 你們也曉得 我們勸勉你們 安慰你們 祝福你們各人 保障父親 代自己的兒女一樣 要叫你們行事對得起 那照你們作他國 得他榮耀的神 為此 我也不注的感謝神 因為 因你們聽見我們所傳神的道 就領受了 不以為是人的道 乃以為是神的道 我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 預先告訴你們 我們必受患難 以後果然應然了 你們也知道 為此 我既不能再忍 就打法人去 以教得你們的信心如何 恐怕誘惑人的 到底誘惑了你們 叫我們的老虎 歸於徒然 如果你有機會去看看 貼撒來賈前後書的背景 你知道保羅其實去了貼撒來賈 不是很久的時間 他在他的主日 在安息日 講了三個安息日 然後被人踢走了出去 他繼續在那些 那些非猶太人的當中 外邦人裡面存覆 有一幫人信了主 但是很快猶太人來攻擊他 讓他離開了貼撒來賈 於是保羅去離開了貼撒來賈 他心裡召急為了這個新的教會 這幫初信的基督徒 他不能再忍 於是他打法 打法提摩太 去看看他們的信心如何 為什麼他寫了這封信 是因為他是屬靈的母親 在想著他們 他為什麼感謝 因為提摩太報起 告訴他們 這幫弟兄姊妹 儘管他們繼續受迫白 但是他們堅持成為眾人的見證 他為了感謝 然後他為了什麼祈禱 這樣繼續 希望他的信心不斷持續 他再不被其他人誘惑 繼續在他的患難當中 去見證上 但是你想到 這個是背景 你一個背景 就告訴你 保羅教英是在祈禱的什麼 謝謝 但提摩太 剛才從你們那裡回來 將你們信心和愛心的好消息 布給我們 又說 你們常常紀念我們 切切切地想見我們 如同我們想見你們一樣 所以弟兄們 我們在一切困苦患難之中 因著你們的信心 就得了安慰 你們要靠主 站立得穩 我們就活了 我們在神經前 因著你們 甚至喜樂 為了一切喜樂 可用何等的感謝 為你們報答神 我們就夜切切的祈求 要見你們的义 保滿你們信心的不足 所以我覺得 你有時讀寶來的書信 你覺得從頭到尾 他都是在祈禱的 他所有他所寫的東西 都可以變為祈禱的 是吧 他在這裏感謝些什麼 他所祈求的是什麼 他說你們若靠主站立得穩 我們就活了 其實他是為他們祈禱 叫他們為主站立得穩 他為他們一切的喜樂 是喜樂的是什麼呢 喜樂他們可以 在這麼多的迫白當中 站立得穩 他切切祈求 希望他們的信心 不斷地去成長 為主耶穌基督而活 願神 我們的父 和我們的主耶穌 一直引領我們到你們那裡去 又願主 叫你們彼此傷我的心 令我們眾人的心 都能增長 充足 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 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 和他眾聖徒來的時候 在我們父神面前 心裡堅固 成為聖結 無可責備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機會 為你自己的主耶穌同學 祈禱 你有沒有為他們成為聖結 無可指責 祈禱 為他們可以在這個時代裡面 可以堅持他們的信仰 在眾人面前去彰顯耶穌祈禱 其實這些是最值得 我們為我們的教友 為我們的弟兄姊妹祈禱的事 弟兄姊妹 要你們個人曉得 怎麽用聖結 尊貴 守著自己的身體 不放縱私欲的邪情 像那不認識神的外光人 因為這類的事 主必報應 正如我預先對你們說過 又切切祝福你們的 神召我們 本不是要我們尖染污衛 哪是要我們成為聖結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我以前在《以法所書》的時候 我經常都說 很多人將保羅的書信 變成神學的巨著 其實保羅每一封信都是一本戰書 他知道他所信基督的人 在那些地方裏面 都是面對money, sex and power 金錢 情慾 和權力的引誘 所以他每一封信 他自己心裏面的祈禱 都是朝著這個方向而行的 而我們今天 會在香港 就更加是money, sex and power的大都會 那你怎麽樣去 去為你自己的學生 為我們會友去祈禱 你想也想到了 是嗎? 要常常喜樂 不住的討告 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 在基督耶穌女 向你們所令的旨言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但要凡事察驗 善美的要持守 惡事要禁戒不俗 願自平安的神 親自使你們全然成性 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夢保守 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 完全無可自責 我們花了十分鐘的時間 看了一些重要的經節 基本上就是把 《常常喜樂,不住祈禱,凡事謝恩》 這句說話 套在貼薩羅里加前書的大圖畫 其實你可以看貼薩羅里加後書 因為兩邊都是很接近的書 當你由第一章讀 讀到第五章的時候 你再看回《常常喜樂,不住祈禱,凡事謝恩》的時候 我想你也不太敢亂地形容 你帶他去感受到保羅這三句說話 是有他很特殊的意義的 如果你要應用 你要想起貼薩羅里加教會當時的情況 保羅寫這三句說話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才套回你 就不要自己想到有什麼喜樂就去感謝 想到什麼值得感恩的就去 你不可以做這件事 記得Prayer is Vector 祈禱是一個向量 你一定要你的方向要正確 如果不是 你是空跑那場賽事 所以我只是想告訴你 當你去看到這一切的時候 你發覺祈禱的內容 是講到他的信心 他們的愛心 他們的盼望 要他們誠聖 要他們站立得穩 要他們相信聖經 要他們堅守他們對主耶穌基督 這些事情 才是我們每一個祈禱會裡面 每一個個人祈禱 小組祈禱 團契祈禱裡面 應該要有的中心 好 現在去到一個實行的階段 大概有20分鐘的時間 我希望大家有自己安靜去思想 除了你可以思想剛才貼拾萊加的祈禱之外 我們都準備了幾個保羅的祈禱 然後看看我們數一下這裡有多 Zus 1234567890101112 1314 14吧 我家人自己一個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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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 OK,我們選四個,不如我們選四個 大家報數1、2、3、4 好嗎?Ivan開始 OK,如果你是1的話 你就是肥立比書1章9至11節 我希望大家也有起碼一本聖經 沒有,那裡也有很多聖經 是,我們教會有很多聖經 如果二,你去哥羅西書 三,你去以佛所書 四,你去以佛所書 即是一章三章 我想你花一點時間去讀這個 這些都是保羅的祈禱 但這次你要學我剛才想的那些技巧 它不是我們想到什麼 連繫起來就對了 不行的 你要想一下究竟 肥立比書裡他這樣祈禱 是為什麼呢? 歌羅西書裡他這樣祈禱 是為什麼呢? 以佛所書 他為什麼這樣祈禱呢? 你不需要去搜尋一下神學書 上十四樓,十四樓關門 你不需要去想這些 很簡單 你知道每一個保羅所建立教會的地方 都是大城市 都是money such and power 你用朝著這個方向 已經幫你去思想怎樣去 所以這個一二三四是重要的 一會兒我們再回來下一節的時候 我們會按住你 一一一一組 二一一組 三一組 四一組 你就按住你自己 剛才所理解的一些東西 就去祈禱 用那個祈禱為教會祈禱 為我們做學祈禱 可以嗎? OK 那我們現在就分開 現在自由 即是個人時間 所以你喜歡可以去隔離房 找個安靜的位置 去思想沉澱一下剛才的東西 大概我們回到這裏 好嗎?